接收到好业的灵魂 哪个亮 好业来 祝你好业来 好业来 爱好心爱 好业来 我们好业来 一只好丽心 我们的同四海 好了 我看来我们所有的兄弟朋友 所有的家人们都已经接收到了好业 因为各个时候都需要你能够保持 开心都知道自己是最棒的 总之就是怎么样的 你就是最棒的仔 不知道你们昨晚有没有激动到睡不着 反正小编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周深要出新专辑了 真的期待已久 3月9日19点29分 周深工作室终于对周深 全新个人专辑进行了官宣预告 探索未知 新浪音乐官微建立的词条 周深新专辑官宣 两个小时阅读量破亿 破5万的原创量 近200万的互动量 真实的诠释了什么是实力 不服不行啊 之前一专神的身制作了三年 匠心打造回味无穷 手手都是高质量 这次二专会有什么全新的突破呢 太激动了 今天可以再试出一些二专的信心吗 除了上次说会有一首大气的歌以外 还弄什么 那今天就这样呢 我试出一句吧 好了 好了不会了 我再来个 试出那一句 一句可以吧 你看 它白露我眼 一句可以吗 那里就认真的一句好了 词是什么 来了 好紧张 走不上的二专 第一句 第一句要出来 第一句 不说再会 按照惯例 新专辑概念预告发布后 还会有一系列的预告 比如专辑名字 曲目数量 发行时间 平台预约时间 封面预告片 甚至还有拍摄花絮等等 所用时间应该在十几天到一个月 当然不排除空降的可能性 再来说说官宣的海报吧 这个官宣海报挺有意思的 值得解读 这张海报里面的它站在中央 像在迎接舞台开场打下来的光 也像一场波云渐日 一场绵绵雨漠 光将穿透云层 它即将出发 想起22年2月 文汇报对周深的一句评价 歌手的主体被消解 歌手的自我身份被抽空 而听者的主体性空前强大 天要情了 官宣不到两小时 二专话题的阅读 讨论互动 原创仍旧快速增长 这充分说明 周深二专不仅粉丝的关注 还有更多的路人朋友在关注 国民度不是随便说说的 还有声迷们 意激动把一专给抢光了 天幕音响店老板说 现在一专是预售 已经没货了 撑到了现在 我的专辑还没有发出来 应该是我做的 最勇敢的一件事情 现在他们都特别的可爱 就是他们看见我就说 我想催你 算了你也知道我要催什么 算了那我就不催了 因为我知道催了也没有什么用 你还别说 它真的是我很有勇气的一个事情 好也好或者是坏也好 就无论怎么样 你其实也该丢出一张专辑 但我就真的是没有办法去 踏出我自己心为 其实我们自己准备的歌 有很多首 但是就是我是觉得 哎呀 它好像没有到 我觉得准备好的时候 我知道大家非常期待 但是我又害怕 这样的期待之期 因为期待之期 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周深在之前采访里 提到新专辑 唱了100多个demo 所以这次的新专辑 究竟有哪些精品歌曲呢 很多粉丝纷纷说 很遗憾没有接到一专 那时候还没有入坑 二专一定全力以赴 刚看到消息的时候 真的很激动 第一次追星 第一次迎接专辑 有点不知所措 就像生米说的 终于体会到了 产房外面 交集等待家人的心情了 小海光着脚腰 跑进阳光里 她像沉沉风 听着一场春雨 云的平行 这是周深 几身的身之后的 又一例作 打破原本风格 包含多种曲风 绝对让你听到爽 周深 华语乐坛的一颗璀璨之星 以及天籁般的嗓音 征服了无数乐迷的心 期待周深 2024全新专辑 以及5月3日的 太湖湾音乐节 演唱会和更多线下活动 还在解锁中 让我们一起期待 祝深深专辑大卖 最后想说二专都官宣了 那三旬还会远吗 听说这首歌是周深 以卡布的身份唱的最后一首歌 送给一直陪伴着卡布长大的布丁们 也是送给生米们的第一首歌 是一首很有仪式感的歌 从此以后就以周深做自我介绍了 也要感谢曾经卡布的勇敢与坚持 不为世人眼光站在舞台上唱歌给我们听 让我们遇见你 放心去飞吧 虽然不是布丁 但有幸成为你的生米 周深一直唱 我们一直在风雨同舟 深情不移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 要奔向各自的世界 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 和那段青春岁月 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肯定监 用寒和泪卸下永远 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 夜夜夜在梦里 夜夜夜在梦里相约 放心去飞 勇敢地去追 追一切我们会完成的梦 放心去飞 勇敢地违别 说好了这一次不掉眼泪 其实走来很辛苦的 其实走来很辛苦的 我说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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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就谢谢他们 带来那个阶段倒彩 刚刚不要那么口口口 作词 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肯 用寒和泪卸下永远 那欢笑荣耀换一句誓言 夜夜在梦里相约 放心去飞 勇敢的去追 追一切我们会完成的梦